周三 加州最高法院法官驳回了共和党籍州众议员詹姆斯·加拉格尔和凯文基利 对于州长纽森过度使用紧急状态权力的附身请愿 大法官们拒绝限制纽森在疫情期间的紧急权力 并允许他在职权范围内做出决定 对此 州长办公室发言人梅龙表示赞同 并称这场诉讼是对加州紧急服务法的误导性攻击 但原告加拉格尔表示非常失望 他担忧加州最高法院宽待了近代最严重的行政过渡行为 事实上 两名州议员于去年就纽森全面提供邮寄选票的行政令发起诉讼 他们认为这项法令没有经过立法会审议 是超出了州长的紧急权力范围 最终 法院判决纽森败诉 并禁止州长在任何情况下修改现行法律 然而 这项判决在今年5月又被第三地区上诉法院推翻 法院认为纽森的命令符合紧急服务法 对此 加拉格尔和基利提出妇审请愿后 于本周三遭到驳回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